又到了腌豆角的季节 怎么样腌的豆角隔天就能吃呢 我今天就把这个传统腌豆角的方法分享给你 这样腌的豆角酸脆爽口 炒热肉末吃特别下饭 树上栽了豆角用带盐水泡个10分钟 捞出来以后把表面的生水给它晒干 用滔米水泡豆角不仅酸脆爽口 而且还能够缩短泡制的时间 倒进锅中加入一把红皮花椒 多一点的食盐 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把豆角放进来 给它烫至变软捞出来 然后放进玻璃坛中 怕豆角成功和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泡菜发酵均粉 用它人人都能够成功 且不管泡多久都不会长白花长白毛 用清水化开以后倒进玻璃坛中 再把桃米水也给它倒进来 倒入一点白醋和高度白酒 这样不仅更酸而且发酵得更快 然后密封起来放进阴凉的地方 发酵个一天就能够吃 但这样泡出来豆角颜色是金黄金黄大 而且口感是特别的脆爽 切碎以后炒个鸡蒸或者是炒个肉末 吃起来都是特别好吃又下饭 这个零失败的方法 你赶紧收藏起来吧